中风会导致吞咽、交际和思考能力发生改变 语言病理学家和交际障碍助理是中风康复团队的成员 他们会想办法帮助您和您的护理者管理您恢复过程中出现的变化 中风会影响我们进食和吞咽时需用到的嘴唇、舌头和喉咙的肌肉 当这些肌肉无力或不协调时 您安全进食的能力就会发生改变 吞咽方面存在的困难被称为吞咽困难 吞咽困难可能会导致食物或饮料进入呼吸道 而非经过食管进入胃内 进而诱发肺炎等问题 除吞咽困难外 您在咀嚼或从喉咙或口中清除食物时 也可能会遇到困难 尤其是在无力的一侧 还会出现咳嗽、咽咒、清嗓子或食物卡着喉咙的感觉 如果直接用嘴巴进食不安全的话 您可以用管子进食 直到能再次安全吞咽为止 那么怎样才能使吞咽更安全呢? 可以将食物切碎或制成泥 可以增加液体的浓稠度 以便有更长时间进行吞咽 您和您的护理者可以学习如何将食物和饮料制成更加安全的质地 我们也建议您进行吞咽练习 以帮助增强吞咽能力 吃饭的时候 关掉电视机或收音机 以专心吃饭 饮食时 身体要坐直 并且至少要保持20到30分钟 慢慢地进食 并且要小口进食 等嘴巴里的食物 全部咽下去之后 再吃下一口 用舌头帮助清除口腔无力一侧的食物 如果您提供用餐帮助 坐在与患者视线齐平的位置 尽量将食物放在尽处 以鼓励患者自己进食 如果患者太累或精力不集中 最好等一会儿再吃 药物可致使精力不集中或导致口干 令吞咽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您认为药物可能会影响您的吞咽 请告知医生 一定要刷牙齿 牙齦和舌头 特别是在餐后 如果您有吞咽问题的话 清洁口腔可帮助预防肺部感染 中风后 也可能会出现交际能力变化 你可能很难说得清楚 难以说出您想要说的话 或难以理解别人在说什么 您可能还会遭遇毒血困难 中风会改变我们的面部 嘴唇和舌头的力量和协调性 这会使您的语音含糊不清 无力或太慢 这种现象被称为 这种现象被称为 构音困难 您可能难以规划言语所需的动作 说话过程中可能会多次停顿 有时还会发不出身影 这种现象被称为 言语失用症 中风还会影响大脑中控制语言的区域 这种现象被称为 失语症 失语症患者在早词 造句 读写 或理解所听到的内容方面 都会遇到困难 失语症意味着 您在语言上有困难 但在思考 或决策上 没问题 交际能力变化 会令人沮丧 因为日常对话 现在可能变得很困难 通常情况下 您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只是很难表达出来 您的护理者和朋友 可以透过很多方式 来令交流 变得更容易 给自己时间来沟通 尝试透过其他方式 来传达资讯 例如写 画 指向 打手势 或使用沟通版 换个词语 用不同的方式 说出来 如果您是患者的朋友 家人 或护理者 并希望帮助患者 理解所说的内容 请尽量使用简单的语言 并放慢语速 重复 所说的话 运用手势 物体 画画 或写出关键字 开始新话题时 请先予以明确 并确认患者 以理解 如果您不确定患者 想表达的是什么 询问几个简单的 是或不是问题 或给出一些选择 告诉他们 您确实理解了 当然也可以稍后再试 他们会不胜感激 中风还会影响您 在专注度 清晰思维 学习任务 及记住新资讯方面的能力 这些思维能力的变化 会影响您的对话能力 治疗可以帮助您 找到办法 来应对这些变化 并保持良好状态 有些人发现 加入社区团体 或参加活动 与其他中风患者练习沟通 很有帮助 了解中风对交流的影响 非常有助于 与亲人和朋友 重新建立联系 与语言病理学家 和医疗团队 携手努力 找到有助于交际 和吞咽的最佳方法 请务必观看 本系列中的下一个影片 中风后的调整 患者和护理者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